接下来为您播出一线 十二月的七七哈尔天寒地冻 和往年一样冷 可是在王江心里却觉得 比往年暖和了许多 因为这天上午他得到一个消息 十三年前 伤害儿子的凶手警方抓到了 听了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们非常高兴 儿子遇害时 王大爷还没退休 老伯的身体还硬朗 然而从这一天开始 他的人生变得归暗起来 接受不了 可以说是脑子就轰一下 就不知道南北来是咱 儿子的离开让王大妈一蹶不振 五年后他也离开了人间 等到法院判的时候 我都想了 我一定要是上那 老伴那个粉上我杠杠他 你儿子案子破了 所以说罪犯已经绳子依法了 检疫人的归案 让王大爷卸掉了压在心头十几年的巨石 那么王大爷的儿子是怎么遇害的 这起案件又是怎么破获的 事情还得从十三年前说起 2001年的12月7号的晚上6点多钟 齐齐哈尔市公安局的110指挥中心 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 报案人称 在昂昂西区水尸镇的平方村附近 发生了一起伤害出租车司机的案件 出租车司机被人捅伤 据目击者讲 案发时有三个人趁着夜色匆匆离开 从背影上看 大概是30岁左右的成年男子 受害人正是王江的儿子 在家中排行老大 那么他为何会招致杀身大祸呢 而这起案件 警方又为何在十三年后才得以破获 聚焦一线 直击现场 出租司机行车遇害 杀人凶手黑夜遁刑 一顶遗留现场的鸭蛇帽 三个仓皇逃走的年轻人 尘封十三年 就爱如何峰回路转 青春有回 一线正在播出 案发地点位于七七二市 昂昂西区水师镇平房村附近 迅速赶到的民警发现 出市车辆是一辆红色的出租车 停靠在公路的西侧 车头超难 车尾超尾 车 当时 现场车上已经没有人了 没有人员了 出租车内 有明显的打动痕迹 车的钥匙还在钥匙口内 车内 后座上 后座垫上 有大量血迹 在汽车的后排座位上 案人员发现了一根蓝色的迷龙绳 后排座上 当时遗留一个黑色的压石帽 除此之外 在出市的出租车里 民警还发现了一卷胶带和一只布鞋 在副驾驶位置上 发现一只泥字面的布鞋 技术人员 迅速提取了车内的遗留物 于此同时 负责外围调查的民警 也找到了报案人员许奇 据小许讲 与他一同发现这辆车出市的 还有另外两辆经过这里的出租车 他们当时是怎么发现的呢 当时从鱼村方向往市里方向走 当时他们经过这个事发现场时 就发现这台停路边出租车 雨刷器打开了 感觉到不对 案发当天 虽然天上飘起菱形雪花 但是还远远没有到 使用雨刷器的程度 这个反常的情况 引起经过这里的三辆出租车的注意 感觉到不对 他们就把车停到路边 令人不愿看到的一幕发生了 当时发现从车上下来三个人 向不同方向逃走 小许和另外两名出租车司机 感觉情况不妙 不约而同地朝嫌疑人追去 因为在路边两边都是地 还有树 冬天我们这就冷了 还有冰 他们跑出去后 就根本就没法追了 由于路况不熟 送医院以后死亡 强救无效死亡 经过尸检 警方发现 王恩民身中四刀 其中一刀穿过了他的肺部 那么是谁与王恩民有如此大仇恨 非要制作与死地呢 针对死者的社会关系 专案组迅速派出侦察员展开调查 经过了解 民警得知 王恩民兄弟三人 他在家排行老大 家中不仅有年迈的父母 还有年幼的孩子 他那孩子 他走下十八个月 据王恩民的父亲回忆 案发当天 儿子是五点出的门 没想到 短短两个小时 他就与自己的亲人阴阳两格了 非常突然 晚上 接了班之后 五点钟接的班 六点钟到七点就听到这个信 在父亲的眼中 王恩民老实本分 是三个儿子中最听话的 你为大儿子平时为人怎样 我为人是最老实 最忠厚 我大儿子比我这两个儿子 性格还好 有错没错 你说不对了 他都不带这声来 就是不这声 平时王恩民衣着朴素 为人低调 老人实在想不出 谁会与他结怨 如果王恩民 不是因为仇杀遇害的话 那么他又是因为什么 招致杀身大祸的呢 根据汽车牌照 民警很快找到 当天这辆车白班的出租车司机 白班司机说 而且被害人父母说 被害人司机身上没有多少钱 也就一百多块钱 因为刚接班 在出租车上 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 画面上的这个人 就是王恩民 他平时为人老实 从不惹是生非 经过一番调查 警方排除了仇杀的可能 随后 办案人员将一犯的杀人动机 放在了劫材上 很快 警方的这个推测 就得到了证实 王恩民身上的一百多块钱 不见了 那么 谁会因为这么一点钱 而屠材害命呢 这会不会是嫌疑人 预盖弥彰之际 生物体征检测 鸭舌帽泄露疑犯身份 闹市区巧抓捕 嫌疑人供出昔日罪恶 青春有悔 一线正在播出 经过分析警方认为 嫌疑人劫财的目的 并不仅仅是死者身上的钱财 王恩民的出租车 应该是他们抢劫的主要目标 从大案人员口中民警得知 案发时 从王恩民车上下来的 是三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 要想从地广人稀的安安西 找到这三个人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阁绕发案现场 专案组将民警分成两组 迅速地周边屯村 展开摸牌走法 因为当时条件比较差 这起案件始终没能够侦破 独转心仪 转眼13年过去了 安安西分局刑警大队的民警 走了一批又一批 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 对于二期杀害出租车司机案的 追查工作 让这个案件出现转机 是什么时候 14年 对面积案加大了追查力度 召集所有的刑事人员商量 每起案件有什么物证 当时是怎么定理性 怎么做的工作 重新足部进行履顺 高峰38岁 自参加工作以来 一直在安安西分局刑警大队工作 作为一名刑侦技术人员 他仔细保管着 每一切案件的每一个物证 在12期王安民遇害的出租车内 他们提取了不少物证 其中包括出租车后座上遗留的鸭舌帽 经过仔细梳理 分局领导决定 重新鉴定鸭舌帽上的生物体征 2014年9月13日 在局领导的带领下 安安西分局将这点鸭舌帽 送到了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 10月22号 公安部返回信息 说于那个2012年12月7号 提取了7号是安安西区随时任 平常存在叫申建的 对相比对任何 这个发现让办案人员欣喜异常 但是他们很快就平静下来 因为只是凭这个帽子 不能确定是神见所谓 因为这个被抢的是出租车 有可能是乘客 遗留在案发现场的帽子 当天晚上 主办案件的民警 对这起案件的基本情况 做最后的疏离 后来经过这个研讨 也应该是那个分子分子所留 因为当时这个帽子 在那个出车后座上 如果要是嫌疑是三个人 前面坐一个后面坐两 如果要是不是嫌疑人的话 他应该是坐到底 或者是他拿到说 那个车的后备箱上去 但是帽子是没有被押扁 没有变形的 这费其汉应该是嫌疑人所留 除此之外 办案人员还发现 神见居住的平房村 距离王恩民被抢劫的出事地点 不足一公里 我们去神见所在的一个村 进行走访的时候 发现了神见有可疑点 第一 神见当时十六七岁 没有经济来源 而且家里生活条件并不好 他不具备从七二十 打车到他们村 这个经济条件 第二个就是 在案发前有两个人 跟神见就是形影不离 干什么都经常在一起 在案发后 这两个人就从神见身边消失了 在村里 村民再也没有见过这两个人 神见的嫌疑直线上升 但是警方却不敢贸然行动 案发当晚 参与抢劫的嫌疑人是三个 目前除深见外 专案组对其他两名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一无所知 为了避免打草轻舌 警方决定放弃在家中抓捕深见的计划 除了种地 农贤时间 深见会到劳务市场找下活干 很快 警方就等到了一个适当的抓捕时机 2014年10月28日 半人员得到一个线索 深见离开家 去了齐齐哈尔劳务市场 他应该在跟上干活 现在这个干活的人比较多 咱一会儿呢 看看 如果要是发现人在这 咱尽可能给他调到车跟上 咱就说咋呢 装修 用人的名义 给他往车这块带 看着这块干活人多 咱不知道什么关系 这倒是对咱抓捕无力 你先下去摸一下 在这里实施抓捕 可以避开深见熟悉的人 为了确保万物一失 正常员们又对深见 在劳务市场的社会关系 进行了进一步确认 猛酷 那个像不像 薛老三 那感觉有像 我等于过去看吧 现在看呢 刚才那个人好像挺像的 应该是 他那是干啥的 他是那个 他是干外面活的 气墙的 那个一会儿呢 我跟他那个谈生意 谈那个干活这个事 反正我 你们那开始 尽量就绕着 绕着他那个背后 然后我趁着不注意的时候 咱们给他 我停车你俩直接就下去了 几分钟后 章鱼给车上的侦察员 发出抓捕信号 这啥鱼给车上的侦察员 这啥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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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身材带到车上的时候 我给我的第一感觉 这个人身上肯定是 肯定是有事的 往后你坐后车 到车上之后 反而是非常平静 话也不是太多 说的主要话就是 你们是哪儿 哪里的公安局 公安机关警察 哪儿的警察 主要就是问这句 身材的反应 更加坚定了警方的怀疑 回到阿安西 办案人员迅速对身材 进行了审讯 面对警方的询问 身材控除了13年前 他或同张财宝 王立业 抢劫出租车司机的 全部过程 身材和张财宝 一同住在平房村 两个人在建筑工地 打工时 认识了比他们 大三岁的王立业 2001年12月6号 原本要发到手的工钱 老板却没有 如期的发给他们 三个人十分的恼火 在家躲着喝闷酒 席间他们讨论着 今后赚钱的门路 在王立业的提议下 三个人决定去抢劫 一辆出租车 改造后用来拉黑活 于是第二天 他们在七夕哈尔的街头 拦下了王恩宁的出租车 就在他们抢劫得手 王立业准备把车开走时 不小心 王立业打开了雨刷器 这泄露了他们的阴谋 在看到有人过来之后 他们只好拿着抢来的 一百多块钱 弃车而逃 仓皇之中 申剑把自己的鸭舌帽 吊在了出租车上 刑事失控 少年会错意 竟然挥刀杀人 懊悔当初 疑犯十三年 饱受良心谴责 青春有悔 一线正在播出 案件水落时出 随着申剑的落网 另外两名嫌疑人 也逐渐浮出水面 据申剑讲 张财宝虽然和他同住一个村 但是张财宝并不是平房村的村民 案发后 张财宝和王立业相继离开 从此三人失去了联系 张财宝是山东人 当时是因为说 他父母超生 说搬到西海 为了躲避那个鸡生发货 躲到西海 在那碎石 他父母说是以卖鸡蛋为生 而王立业 申剑对他并不熟悉 案发时 他们仅仅认识一个月 申剑落网后 他甚至记不起王立业的姓名 当时王立业一开始前 他因为说毕竟十多年 都不联系了 当时说也在这家住国 一开始他想名字前 想不起来了 就知道姓王 就跟他一起打过宫 玩家事吉林坦徒的 当时就上网上都编认很多 姓王坦徒 但也掉了很多 但是全都没有编出来 几经波折 警方找了当年 雇佣三人干过的包工头 从这家公司的登记簿上 案人员找到了王立业的名字 从王立业的户籍信息中 明警得知 他是吉林省镇来县 坦徒镇人 当时我们连夜 组织办案人员 连夜赶赴到镇来县 2014年10月30日 经过一夜的长途奔袭 办案人员来到吉林省镇来县 坦徒镇 王立业家里头过得非常好 父母健在 还娶了妻子 还有两个孩子 可以说没有这件事呢 看王立业也是一个 其实挺能干的一个农村人 这十几年你是怎么度过的 其实吧 当时头几年是比较内疚和害怕的 后来就是抢劫嘛 没成要这么严重 后来就我非常诚恳地问一下 杨西兴之队办案单位 我说那个司机到底死没死 他也是跟我说了 嗯 那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难受 其实挺对不起你的家人的 如果能回到当初 打死我的代案 和王立业有同样感受的 还有身戒 长这么大 就干过这几个坏事 然后从我刚刚这次失血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被我被抓起来 我一直心里都不安 安法后 身戒也像变了一个人 身戒做完案以后 一直都有负罪感 不甘愿事 就是清清可冷的务农 和身戒忙一夜不同的是 安法后 张彩宝不仅没有深刻反省 自己的过错 反而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十三年中 张彩宝先后两次锒铛入狱 当安安西警方找到他时 张彩宝正在监狱服刑 11年被判处有序处徒刑6年 因为盗窃被判处有序处徒刑6年 2014年10月7日 犯罪嫌疑人张彩宝被警方押解回七七哈尔 看中我们异地的公安机关 把他押解回来 张彩宝非常平静 什么都没说 案发后 张彩宝再也没来过七七哈尔 他更不敢回安安西 甚至连电话都没敢给申建打过 证明他自己心里也堵了好长时间了 如今三名嫌疑人都已步入而立之年 回想起13年前那个残酷的夜晚 申建和王立业都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那么那个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们又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 在七七哈尔看守所 我们见到了三名犯罪嫌疑人 这怎么说就是命理犯罪结盘 有一天晚上吃饭喝点酒 张彩宝总抱怨挣钱不容易 然后说就是上来就是说是敲敲结盘 原本是句喝酒之后的玩笑话 没成想却在2001年12月7日 真的复若实施了 那天晚上因为都是临时决定 都是什么说的 在酒桌上说的都是 因为我都里面有钱嘛 然后是王立业拿的钱 然后买完东西分东西 是张彩宝分东西 然后分工是王立业分工 然后我真的我就没想到 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会给被害人和家人 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神剑分到手的是一把尖刀 三人做好准备后 一前一后来到大街上 你怎么选择目标呢 没选择嘛 就是好像是都拦车了吧 谁拦着这台车的我也忘了 反正是上了这台车 抢劫的时候你是坐在哪个位置 因为当时他俩是本地人嘛 我属于吉利省人 就是脸生嘛 然后我坐在副驾驶上 就是不容易运出来 神剑和张彩宝 一个持刀 一个拿绳子 分别坐在汽车的后排座位上 上车之后 你们走得多远 然后决定对这个人 一直走都过了西村华 离神剑参加不是很远 这时 坐在副驾座上的王立业 突然拿出片刀 逼住王恩敏 与此同时 坐在后面的张彩宝 顺势勒住司机的脖子 很明显 三个人不仅要劫财 还要劫车 但是 王立业却对试图 抢车的说法 失口否认 我们没有想抢这个车 因为啥呢 就是我们那时候 一直是怎么说呢 只是想弄点钱花 对于抢车是没有的 没想抢那车 因为我们仨都不会开车 王立业让司机 到后面去的吩咐 遭到王恩敏的强烈反抗 就在张彩宝 向后拖拽王恩敏的过程中 身剑坐在旁边一直发呆 在我来之后 那个被害者 他就头冲了他在那儿 冲了身剑 蹦我一来 我就把刀拿着 我那意思 我一向上 你别蹦我来 本身我就小嘛 他蹦 其实我刀一拿着 他就蹦着我的手 就不放 晚上他咬着我一口嘛 就扛 brid位 咬我虎口串 然后这时候 我也没得看 张彩宝说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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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弭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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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弰�弄弄弄弄弄� Trung power500 三个人才慌忙丢下王恩民 仓皇逃窜 这辈子就痛过这一回 有点吓死了 再没成想司机会死 这说实话真的没成想 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想想伤害他 这是实话 你们坐案是在哪个位置 咱车后边的车停那个位置 什么样的出租车 一个红线大众交织 当时我不认识车 也不知道是解答还是什么的 怎么样的出租车司机停下的车 司机说到太多远 前面就到了 因为前面是个遗迟 司机就白胆载了 要停下 这时候司机停车 让他上后边的 司机就开始反抗了 把张台宝实际行勒他的脖子 然后往后拽 然后这时候 司机刚扭过车的时候 说你送我来 我一清醒一下 我把刀拿出来 三名险因人谁也没想到 一场只为劫财而来的犯罪 最后竟然演变成杀人行凶 十三年来 神剑一直活在噩梦里 作为案发当晚的主要行凶者 他无数次幻想过 自己没有迟到伤人该多好 然而这一切已经不可能改变 这起案件的成功侦破呢 主要是得益于 公安科技的长途发展 这四三年来呢 昂西公安分局全体民警 虽然有退休的 还有新来的 但是始终是对这起案件 不懈的努力去研究 经过多次的什么勘察 做第二阶比对 广大第二阶比对 就比对了很多次 最后今年在公安部大户里 就把它比对出来了 目前呢 我们现在还有八级 抢劫出车杀人的案件 没侦破 但是我们正在梳理各种 当时现场遗留的证据 利用现在的 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 努力去珍场去破案 我认为还有希望 还有侦破一批 三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 但是还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为案件带来转机的 深剑的DNA 是如何进入到公安部的数据库的呢 原来在2012年的冬天 一直低调处事的深剑 在公共场所与人发生了口诀 虽然双方没有引发激烈的冲突 但最终还是都被带进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 民警不仅对深剑等人 进行了法治教育 同时还采集了深剑的DNA 一起十三年前发生的命案 就此破获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辰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